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望 今天也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因为我之前,我刚才想极力找回那个留言 但是我已经找不到了 我不记得是谁,是哪位观众朋友介绍我的 当时我不记得在哪个video下他留言 他说有一种神奇的海绵 可以擦东西又环保 而且什么清洁剂都不用放 只是要用水擦拭就可以了 然后他跟我说完之后 我就直接就跑到卫士去买了一包 买了一包因为卫士的邮寄非常非常花时间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邮到 但是呢,今天我和我的朋友谈起来 我说,哎呀,我朋友介绍了一个神奇的海绵 特别好用啊 他说,都骗人的 他说这根本就不好用 他说,你看我,我就是这种无知妇辱 我被骗了,特别逗啊 然后呢,他就把这个 他就,他说那我有很多我不要了 我给你,他就给我了 然后呢,我就拿回来了 我就试了一下 非常非常的好用啊 然后我就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声明啊,我虽然这是在极力推荐 但是我不是在帮他打广告啊 我要有广告费更好啊 但是我是真的是极力推荐 因为我用了之后觉得非常好用 这个呢,他给我的这个呢 是叫奎甲,奎甲结棉 这个品牌的叫奎甲结棉 一会儿让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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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拍一个那个清楚的clear的那个照片给你们 他这个,这个是,还是made in Germany的 是德国制造的哦 上面是说,他这上面写的是清水一擦 清水一擦 就是,就是,就是,关用水 什么开密口都不需要用的 而且他这是非常非常环保的啊 他后面写的是 他说,这个海绵呢,是一种新型的环保绿色高科技清洁产品啊 采用的是活性锯纸发泡技术 是航空海市旅行的最佳用品 它具有非常强的驱污能力 然后呢,不需要任何添加剂啊 只需要就是说,清水 只要清水就,就,就,就擦一下就可以 刚开始,我拿着用,他说不好用嘛 我朋友说不好用嘛 我拆开之后,我就拿水 就到处擦呀,擦擦妈妈 其实我觉得,他,我朋友说 他之所以觉得不好用 他就像,他的作用像普通的布一样 如果呢,我们可以拿布擦的话 拿这个擦来干嘛,是不是 是不是效果是一样的啊 也没有什么 其实,我自己用了之后 我觉得,嗯,其实如果我们可以用布来擦的话 也可以了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我们不能否定它的作用啊 真的是很好用的 而且,因为我擦的时候 我就擦了第一下 哇,好好用啊 我就马上拍了video给大家看 我这里边我会加上去啊 然后他就,上面就写 而且就说这个是,就是,这是环保的东西 就是你用完之后呢 你用水擦完之后 然后你就直接扔掉 它就可以自己融化掉啊 不会就是对,对环境带来,呃,不好的影响什么的 像如果我们,如果平时我们不喜欢用布 或者因为我们习惯了用那种快捷的东西 什么湿纸巾啊,什么纸巾啊,来擦东西什么的啊 但是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用完就扔 也不用浪费 而且,并不,并不贵 一点都不贵啊 我在卫视上买的双,呃,一大包 多少钱来着 我还,我刚才查了一下啊 我在卫视上买呢 就是,我在卫视上买的 它上面并不是铠甲海绵 它这个是,是没有外包装的啊 因为它还没有寄来 我不知道 我买的是那种一大包 它里边是白色海绵 以前我也见过 我以为是普通海绵 我就没有理会,你知道吗 后来仔细看看 它写的是Magic,Magic Sponge 就是,然后它这一大包 不要钱,free的 free的啊 但是这个free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邮费它收你比较贵 邮费呢,它会收到你 两块三块或者到五块这样的 呃,卫视现在 卫视现在经常会出现这种这种的 就是,呃,表面上货不要钱 但是邮费比较稍微贵一点 但是贵啊,就是两,两块到五块钱之间 所以呢,呃,我买那一包呢 还没有寄来 我今天就试了它这个 试了它这个海绵 然后,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用的这个过程啊 我现在在家里呢 就是说,在用这个神奇的海绵 这个呢,是不是 我现在拿到手了啊 很多人都跟我说好不好用 我就试一下 你看到我上面这个东西 就是经常,就是烤炉在这里 然后喷着这个黄黄的油啊 然后我就拿这个 我现在试一下吧 因为我朋友说不好用 我就擦一下,你看 真的什么都没有用啊 只是用水啊,擦得过 好,真的很好用 你看 只是用水而已啊 这是应该是 算是油吧 哇,这个产品真的是要推广的 真的是,真的是好好用啊 但是我朋友就说 他说不好用 他说骗人的 他说他是无知妇孺被骗了 就把它多余剩的就给我了 然后我就拿来试 但是我觉得好好用啊 我觉得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天哪 我给大家照一下 照一下这个神奇海绵的这个牌子 那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 因为刚才和我朋友提起来嘛 他说 然后我说 他这个还德国制造的 还made in Germany 还made in Germany 我不知道 他说 他好像在eBay上买的 我买的是在卫士上买的 还没有寄来 然后我和他提起来之后呢 他就说 我也有骗人的 骗人的就拿给我了 然后我说骗人的 我说拿着拿来试试吧 你蘸了点水 就把那个擦了厨房 你看 天哪 刚才大家看到的效果了吗 非常棒啊 这个他应该是在eBay买的 这是还是德国制造的 made in Germany 你看 上面写的什么 真皮沙发电脑啊 浴室啊 电质品啊 什么钢锯啊 哪里有污哪里擦 那这个呢 就是我用完了的海绵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反复使用啊 其实你看 已经被我搓到 我很用力的擦它啊 已经被我搓到 其实我刚才本来想扔掉了 我扔麻辣筒之后 又把它捡回来了 我觉得我想看一下 它能不能反复使用 好控水 就是在洗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感觉到 上面的一层毛毛 就一直往下掉 可以一直往下掉 就是我这样搓起它 我这样搓起它 很容易就碎掉了 看到了吗 很容易就碎掉了 但是如果搓起的话 这张东西好像感觉是洗不掉的 因为你是不能用肥皂的嘛 所以不是不要用任何开那口的嘛 所以我什么都不用 不用水冲 不用水冲 然后 我觉得这种小的脏东西 还是可以洗掉的 但是这种 刚才我刚才擦那种 烤炉上面那种 点点油这样的东西的话呢 你看它上面就一粒一粒掉下来了 看到了吗 它一粒一掉下来了 它并不是洗干净的 它就把它掉下来了 就是一块一块掉下来了 它真的是洗不干净的 是洗不干净的 它就是把它搓 把它一点点搓掉这样的 所以如果平时的话 我要擦得很脏很脏 这块我就直接就扔掉了 就要看这个东西就是价钱如何 因为这个感觉可以像是就是 像是要用的 等于是一次性的东西 你很难说是翻用 如果这是很脏很脏的话 你很难说是翻用 一般是一次性 用完也就扔掉了 你看这脏东西就是 几乎是洗不掉的 就是洗的话 你在洗的过程中 你能感受到 能把它搓 这一粒一粒的搓下来 一粒一粒的搓下来 但是呢 就是大体洗一下的话 还能用 但是还是把很多 很多渣渣 很多渣渣的掉下来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看来 你也没办法反复使用 所以应该是不行 反正这一块 这一块很脏很脏的 抹干净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抹完之后 可能就要废掉 就扔掉了 就这样了 好 谢谢大家观看 好 既然我要把这个要扔掉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顺便 把水吃擦一擦 平时的话呢 我就会用 我会用那个 那个 苏打粉 用苏打粉呢 把这个 把这个地方擦一下 苏打粉 撒在 撒在这个盆上 其他苏打粉擦真的很好用的 苏打 小苏打粉 这个 这个不是盛 这个是刮花 刮花的地方 还行 蛮干净的 但是就是 因为我刚才洗过嘛 它就开始掉渣的 你看到吗 它开始掉渣 开始掉渣渣 但是 但是 因为我的水汁 本来就是一开始就洗过了 就是干净的 但是我在擦的过程当中呢 它就在开始掉渣了 就是往下掉渣了 因为 我之前 因为我刚才洗的时候 就是 刚才洗的时候 不就是 这个渣渣分 把它掉了 它就渣渣在这 就掉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能 不能清洗 反复使用 这块我想就结束了 就是 擦完这些脏东西之后呢 擦完这些脏东西之后呢 我就觉得 就是这一块 就 就直接就是搞定 擦完了 这一块搞定之后呢 就直接 直接扔 直接扔了啊 就不能 我觉得不能 不能再反复使用 但是擦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效果还是可以的 像这渣渣都掉了 像这样的话 我就直接 直接扔到垃圾桶啦 反正我觉得挺好用的 我用了之后呢 觉得效果特别特别好 真的 我觉得真的是 蘸点水就可以用了 对我们来说 基建主义来说 这个真的是 这是 这是 恩物啊 你什么什么化学物品 都不需要用 就直接 不吧 就直接 就直接去放点水擦就可以了 我是非常提倡了 真好用 然后我经常看能不能找到这个link 如果能找到这个link的话 那我就给大家放一下 放一下 给大家可以就连接去买一下 我是在卫士买的 因为之前一个网友跟我推荐的 他说 我如果用这个呢 就什么什么化学物品都不用用 直接拿来擦就好 然后我就在卫士买了 就刚刚我朋友就给了我几块 我就试一下 非常非常的好用啊